所以來看的就是這個節目裡面 雖然有這麼多無障礙的設施 但是這到底是有實用的 我們來看就是有身體障礙的朋友 他們是帶了去進行中間紀念堂 那一站 發現說如果真的要去南門市場 出口只有一個專用的電腿而已 所以要再四季 抓這個大樓 真的是洗到頭比較輕 三段一準備到南門市場洗洗 想不到一齣中間紀念堂 坐穿三後就要走一段樓 但是行中臨書必須利用五口出口 也就是為它專用電腿出口 接下來還在鑼石浮路南海路電車樓 才等到位差不多有一公里 而且鑼路有這麼多小風山 這高高 經過時我會洗白條樓 讓行中朋友很痛苦 這種格柵都太...縫隙都太大 新的輪椅 我這個小輪椅還比較大、寬一點 新的輪椅 輪椅是就會進去的 進去人就飛出去了 對 我摔過了兩次 其實當初在溫堤期時 並沒有忘記要做無障礙設施 這是幾位地點 就有中間紀念堂5口出口 我們問市場利口出口Q是沒有 新中朋友希望齊會等冠軍整個月 並且提出替代風暗 來改善無障礙設施 關於這些機械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去收集資料 要去做跟廠商一個研討 那你叫做多久嗎 如果兩個禮拜出來的話 我想如果可能的話 最少給我們一個月以上的時間 作文叫大葉的冠軍做出評估 並且採取適合的替代風暗 請出在其他作文出口 又做護掛是香港推 或者是香港北台 方便新中人數數用 記者總和不得